位在中山区中和路复杜新城社区居民拿出电费收据表示 因为自来水管老旧加压供水经常爆管 加压马达空转导致每户住家电费也暴增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反映 张炳君也联合立委菜市应服务处和中和里长苏彩雪 一起邀请台电和当地居民代表会刊 将尽早推动由水公司的老旧高地社区用户 加压受水设备改善计划 来进行改善 那因为我们刚刚台电有表示 就是因为我们的马达这边常常出现空转的问题 所以我们的电费才会提高 那因为其实复杜新城一直都有高地供水的问题 那我们也感谢蔡市应立委跟我们素材历长的协助 那我们也会尽快把我们高地供水问题处理好 未来就不会再有马达空转的问题 也可以来保障我们的用电可以正常化 复杜新城社区因为水管老旧爆裂漏水 也衍生陆基掏空以及其他用水问题 希望借由推动水公司改善计划 由水公司和社区住户各自负担一定比率的改善经费 尽早推动改善计划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